圈养的家猪能否适应山里的严寒酷暑 活得挺好 挺多的 看茶不过来 藏香猪为什么会被称为高原之珍 血液之宝 这个藏香猪真的是浑身是宝 就连它的这个粪面也可以去入药 什么样的猪肉才是真正好吃的极品猪肉呢 它是一红一白一红一白 土味十足的猪宝贝 周边中国正在播出 朋友们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关于自然界中的动物呢 我们有很多传统的认识 比如说马都是站着睡觉的 红色呢能激怒斗牛 而猪给人的印象呢 一般是一种特别不爱干净的动物 那么这些动物真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吗 其实啊 如果这个地方够大 环境够安全 马呢是很乐意躺下来睡觉的 红色呢也不能激怒 因为牛呢是不折不扣的色盲 那么猪到底是不是真的不爱干净呢 其实啊 猪之所以经常满身的泥污 是因为猪的身体表面没有汗陷 需要在泥浆当中打滚 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凉爽 不仅如此 猪还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 上个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实验中 通过研究人员的训练 猪完成的任务的时间 居然和黑猩猩差不多 聪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看似体态笨拙的猪和灵活矫健的狗相遇 又会发生什么呢 在黑龙江一春市的一陵山上 我们有幸目睹了一场猪狗大战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在这场猪狗大战中 狗群只是在声势上占了优势 而每当正面交锋时 反倒是散养的山猪展示出了它们的野性 莉莉丰是一陵山山猪饲养的领头人 这些野性十足的山猪就是它饲养的 这是什么呀这是 这是那个就是天这不雨下来大嘛 这猪 你上它补点这个料 这个玉米但是就是补点核桃 就是多补点核桃 少补点玉米 它能吃核桃 哎呀吃可好了 是吧 从事养猪之前 李立方夫妇都是铁列林业局的职工 工作地点就是这座翼陵山 翼陵山位于小兴安岭南路 曾经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 我们行车的道路是拆除了当年运送木材的小火车轨道之后 形成的 沿着这条路 我们静止抵达翼陵山深处 听到汽车的轰鸣声 猪群立即从四面八方向我们靠拢了过来 李立方夫妇从2004年开始养猪 2009年 响应铁列林业局发展临下经济的号召 乘到了山林 搭建了几个简易的猪棚 把家里的圈养猪搬到山上散养 大时就是想吧 你说这山顶这么多吃的 我把这个猪给它放到山里试一试 一开始的时候先期进来的是三十三个母猪吧 两年的时间这三十多母猪就是有了十三个 就算成了 气馀的也不行 也有这些死了 也有那个有病了 今天 李立峰邀请了几位朋友 并且带着猎狗一起上山 除了给猪捕四 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给大猪称重 因为他在互联网上看到 有的地方一头体重达到千斤的猪 可以卖上几十万元的高价 所以他很想知道 放养了近五年的大猪 是不是也接近千斤了呢 想要给猪称体重 首先要把散养的大猪装进笼子里 几个人费尽了心思 也没能诱使大猪自己走进笼子 改用绳子套 又是几次都被大猪正脱掉 李立峰告诉我们 他在网上看到的千斤猪 都是非常臃肿 甚至是行动不便 相比较之下 自家的大猪能跑能跳 灵活自如 所以他预测 自家大猪的体重 也就在七百斤左右 经过几番围追 大猪筋疲力尽 终于被绳子套牢 推进了铁笼里 经过五年的业外生存训变 现在的这些猪 夏季可以抵抗蚊虫疾病的侵扰 冬季可以耐受零下三十几度的寒冷 它们渴了 有山泉水可以喝 饿了 山林里有多种植物 草药可以吃 山里的核桃 是这些猪的最爱 它们仿佛练就了铁嘴钢牙 竟然可以轻松地 将坚硬的山核桃咬碎 并且连同外壳一起嚼碎吃掉 就在这时候 李立峰突然得到消息 一头失踪了半个多月的母猪 在山腰的食物补给处出现了 大姐 这是你之前要找的这个猪吗 对 这猪都丢半个月了 这不今天草才回来 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 这猪看见是给外面下宅的 你看它这半个月时间里 它早比这个胖多了 它现在特别瘦 它那腰下宅的时候 它不爱在家下 它就得厨家上自己去找窝去 但是如果找得近 这窝近的话 下完宅就把宅领回来了 但它这好像是 肯定是离得远 看这架势 对 要走了 这要走了 真的 为了不经扰到这头母猪 我们远远地跟在它后面 走进树林深处 也许是因为有小猪的牵挂 母猪的脚步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很多 积连踏过两条小河之后 母猪停在了河岸上 真是吓了 还生挺多 活得挺好 挺多的 看查不过来 按照李立峰的指挥 我们逐个过河 慢慢靠近母猪和小猪 拔个 拔个 但我发现它这个 搁这过来不是它原来 就是下宅的地上 它应该是往回领的时候 到这过不去河了 它是自己下的时候 它往常的把那窝 垒得特别漂亮 就是有草了 有树棍啥的 去跟那小鸟去窝 它都垒了它自己 相踪那个窝 晚上才能下 但你看这个 感觉就像土上拱不拱 就好像是猪在哪里 到这了 过不去河了 临时我炸到这 从前要靠人看管饲养的家猪 在适应了环境以后 不仅抗病能力 密室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就连蝉仔也可以像野猪一样 不需要照它 李立峰在山上散养的猪 其实就是普通的家猪 但是在适应了山林的环境之后 这些从前被人们圈养的家猪 在山林间生活的是悠然自得 猪的适应能力很强 各种谷物 野果等素食 都能成为它的食物 一些野猪还会捕食兔子 老鼠这样的小型动物 就连毒蛇也能成为它们的盘中餐 在生活环境方面 山地 丘陵 荒漠 森林 对它们来说都不在话下 甚至连缺氧寒冷的高海拔环境 它们也能够应付自如 这种体型娇小 毛色有黑的猪叫做藏香猪 是西藏林芝地区的一种 古老的放牧形猪 它生长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上 藏香猪的警惕性很高 奔跑速度也非常的快 并且不怕人 在一般人看来 这是一种非常难控制的动物 那么藏香猪究竟是如何放养的呢 它为什么会被藏族百姓称为 高原之真 血育之宝呢 从林芝八一镇出发 经过三小时的车程 我们到达了林芝地区公布江达县的错高村 错高村的民居都是用石头和木板搭建的 还保持着最原始的西藏古村落面貌 这里的村民家家户户都养至藏香猪 在养殖户淡增落锥家中 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藏香猪 这个藏猪跟那个家猪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因为这个棕毛比较长 然后还有立起来 感觉就是说还是有一些野性的那种 鼻子也会再长一些 耳朵是立起来的 那它比那个家养的那种猪个头要小 我们藏猪呢 三年四年的话比太大的没有 最大的五十左右 丹增落锥供养了六十多头藏香猪 大部分的藏香猪都在山上放养 晚上在山上睡觉 而这些留在家中的基本都是母猪和小猪 小藏香猪业外生存能力较差 单层落锥会每天给他们补充一次饲料 饲料是炒熟的清科 这不仅是给他们补充食物 更重要的是要小藏香猪记住家的味道 你们去放养的时候 补充的时候也要给他喂这个是吧 就是喂这个 这个的话他想着 他喂到这个 推着他回来了 就是从小给他喂这个 然后他就记住这个味道了 然后在山上去叫他的时候 他就会回来 就想着这个味道 这块群山环绕的湿地 就是淡增落锥的牧场 这里是淡增落锥 给藏香猪定点补寺的地方 牧场中还建了两个猪舍 每天晚上在山中放养的猪 会回到猪舍睡觉 淡增落锥的哥哥 已经先醒来到这里等候了 一般这个补寺是多长时间上来补一次 一个星期补一次 一个星期上来补一次 那现在能把那个猪叫回来吗 叫回来 可以 那你们叫吧 好 几分钟后 鸡头猪就跑了过来 淡增落锥说 这是在附近吃食的猪 而跑得远一些的 还要多换一会儿才能回来 十几分钟后 又有几头猪回来了 经过清点 还有十四只猪没有回来 淡增落锥说 要到附近的山里去找到他们 我们跟随淡增落锥 一起来到附近的山上 寻找没回到捕斯点的藏香猪 山上随处可见各种野果 淡增落锥说 这些都是藏香猪平时吃的食物 藏香猪吃的最好的就是这个 青蛙子 现在这个新出来的 你看嘛 那么小嘛 八九一分的话 这个垂下来了 就会长大 掉到地上 然后猪就会吃它 就是你看嘛 青蛙子 要把它外面这个剥开是吧 剥开 它长大的时候 它自己剥开了 那猪吃这个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对它 就这个吃的话 还是长大了 还是 那个吃的话 猪那么肉 肉太多了 油不要太多 哦 就是猪吃了这个之后 它的那个肥肉 就不会很多 很利的那种 就是肉 夏季 林志地区的山里 开始生长各种野生菌菇 这也是藏香猪的美食 很快 我们就采到了几只菌菇 并且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你看嘛 这里 这是苏如了 苏如就是长在这个树底下 苏如就是青蛙 树子底下 其他树子底下出来的话 这是假的 哦 就是在青蛙 那这个猪也会吃它吗 吃了 王的猪吃的 这个猪的伙食太好了 就是 就是 一般都是在这边活动 是吧 也许是山里的山珍太多 让弹增落椎家的猪 饿不思蜀了 每次捕死 弹增落椎都要去山里 找到没回来的猪 这样做的原因 并不是怕它们吃不饱 好 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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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个猪 有没有那种找不到的 就是 一个星期还是三四天 不一直吃了 不不 它们不去看的话 那一年一直在山上放的话 那它们人都不认识 所以就是这个捕死是特别重要 是一个联络感情 就是 就是 寻找了一会儿后 终于有几头猪跑了过来 我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 哪个那儿 猪那边 看到了 看到了 下来了 呀呀呀 呀呀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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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是还会有一个里头的猪啊 呀 猪下来 其他猪才会下来 啊 就是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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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下来了 你可以摸它的 嗯 就是 那我可以摸吗 可以嘛 哎呀 你它还是不认识我 不认识我 是吧 不认识我 它就不会让我摸啊 它那棕毛很硬 棕毛还是很硬啊 由于藏象猪放养在山林间 常年使用丰富的野生植物和藏药材 因此肉质上乘 是不可多得的美味 甚至连猪粪也有着特殊的用途 这个做药的 猪粪可以做药啊 哦 那这个是怎么做呢 这个 这个 真的同理 嗯 烤好烧了 那您家里有没有就是用猪粪做药引子制成的药啊 有 有的啊 嗯 我们能看一下吗 好 嗯 嗯 没有确实的 哦 哦 就是这个啊 这个上面写着就是这个药是可以治疗这个胃炎啊 治疗胃病的一种藏药 真的挺神奇的啊 这个藏象猪真的是浑身是宝啊 就连他的这个粪便也可以去入药 嗯 作为常见的家畜之一 猪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动物了 而作为人们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呢 猪肉的价格也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在安徽安庆啊 有一种猪肉的价格却在每公斤100块钱左右 猪小排的价格呢 更是高达了每公斤200元 它就是安庆600猪 这六白猪呢顾名思义就是有六白啊 你看它呢四提是白的 尾巴呢是白的 还有鼻子中间也有一道白 据说这个六白猪呢 猪肉是香而不腻 入口即化 这口感是一点都不逊色于顶级的雪花猪肉 但是由于六白猪的饲养周期相对比较长 饲养成本的也比较高 许多农户啊 就转为饲养经济型的瘦肉猪了 六白猪呢就逐渐远离了人们的餐桌 为了恢复这种日渐稀少的宝贝 安庆市建立了成岭养殖基地 六白猪的繁育问题得到了解决 随着六白猪数量的逐渐增多 我们又能够品尝到这种老味道了 在安庆市太湖县 六白猪成岭养殖基地 我们采访到了研究猪品种的专家张伟毕 他正在给刚出生的小猪做体检 我们工作当中啊 经常要抓小猪检查它 心跳啊呼吸啊 但是你一抓小猪呢 这个母猪它是不干了 那么现在有一种方法呢 可以很巧妙的把小猪给抓出来 为小猪做体检时需要特别小心 必须要等到母猪睡觉的时候才能进行 一旦母猪发现有人抓猪子来 就会抱起伤人 但是你要抓尾巴 那不会筋动那个小猪吗 不 小猪的尾巴低了起来的时候 它的神经膜稍微较麻痹 你如果抓肚子它立马就行 它眼睛是清亮的呼吸不急就是了 这个小猪漂亮吗 漂亮 对您的审美来说 看它太漂亮了 双眼皮看着吗 大眼睛 双眼皮 它明明是一样的 小猪毛的大眼睛就好 安晴六百猪 从两千多年以前的秦汉时期 就已经培育定型 为了适应当地多山多水的特点 它们竟然可以像狗一样昂起头来 所以人们又给它起了一个笑天猪的美名 你看它这个生态特点 就是既能抬头又能低头 这只有我们这儿的猪可以吗 这个是其中之一 你看它要上山 要上坡 要下水 这个头非常灵活 既能吃高处的 你看这吃高处的 也能吃低处的 这个颈椎非常灵活 如今已经年近七十岁的张伟丽教授 与猪打了一辈子交道 被同行戏称为安徽猪头 据他介绍 虽然许多人都觉得 吃瘦肉型猪肉更健踏 但在事件范围内 对猪肉的评价是 只有肥肉中包裹的瘦肉 才是最高档的肉品 并且对于很多吃猪肉的中国人来说 更喜爱这种标肥体壮的本土猪种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条白一条红 一条白一条红 它绝对不是一块红肉一片红 一块白肉一片白 它是一红一白 一红一白 插着长的 这样的肉到嘴里就是只容你口 不容你手 在张伟丽教授推荐的猪肉宴上 有一道菜令我们大开眼界 这种用来涮的猪肉 必须是猪身上最好的猪肉 大多数人会认为猪的前腿或后腿肉才是最好的肉 但是在张伟丽教授的现场指导下 操刀师傅却没有选取这两个部分的肉 而是掀开猪排 在前腿后部选取了不到一公斤的雪花肉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这个地方是红白相错的 这就是前肩雪花肉 前肩雪花肉 前肩雪花肉 这一块肉是这个猪身上最宝贵的地方是吗 卖价最高 那说到这个卖价的话 像这一块肉它能卖多少啊 在国际市场上 这一块就是按西班牙黑猪的这一块肉的话 大概是400欧元一公斤 相当于人民币大概是4000块钱人民币一公斤 将近4000块钱 卖这么高 对 这块肉呢 大概有个700克重 好 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边切的 对对对对 好拿下来 你看它是越来越厚 看见吗 这块肉 好 好到了 拿下来 用雪花肉切成的涮肉 肥瘦相贱 不仅色泽赏心悦目 口感更是令人惠惠无穷 你算一下试试看 先这样一片是吗 你要把它加开 从这表达它 我觉得真是好看 鸡头玲珑 就像您说的那样 红就像红马脑一样 这个白就像那种白绿一样 你看 漂亮吧 到水里啊 一下 两下 几下 三下 跟着我走 四下 五下 拿起来 可以吃了 基本上是五秒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可以吃了 那我不需要蘸一下什么调料吗 你要蘸也行 不蘸的话呢 就是它的自然风味 很嫩 真是 是吧 虽然只涮了五秒钟 但是感觉到这个肉因为过于鲜嫩 所以很快就熟了 这个 真是几番回味之后 纯起流香 特别好吃 如果说这个 红烧肉 它是以香为主的话呢 这个蒜猪肉呢 它是以鲜为主 你现在尝到的是鲜味 就是氨基酸 在水里的味道 其实刚才吃第一口的时候 我还会担心 这个肉因为没有加一些什么盐啊 或者是佐料之类的 然后可能不太好吃 没有腥味 吃到嘴里之后一点腥味都没有 而且感觉到这个肉特别的鲜嫩 是吧 猪肉不仅味道非常好 营养呢 也很丰富 而且在相同的重量之下 猪肉中的维生素B1的含量呢 是牛肉的五倍多 因此呢 建议您吃猪肉的时候 可以搭配一些大蒜 这样呢 有助于延长维生素B1 在体内的停留时间 对促进血液循环 消除身体的疲劳 增强体质 都有一定的作用 而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 家猪不仅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肉食来源 同时呢 也为人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医药资源 现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抗凝剂 就是从猪小肠当中提取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谢谢大家